香港房屋和土地供應緊張 公屋平均輪候時間長達5年半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在前年指出 香港缺乏超過1,200公頃的土地 政府提出造價超過6,200億的明日大嶼計劃 不過是否一定要填海才有地呢? 全港目前有大約700個 劃作鄉村式發展的地帶 主要給新界原居民用來建小型屋宇 即是俗稱的丁屋 在過去10年 鄉村式發展土地的總面積 增加大約120公頃 其實社會多年來不斷提出 釋出這些土地做其他用途 但是政府說 如果要削減這些地帶的數目或面積 就要提供相約數量的土地 來搬遷或安置鄉村 長春社公共事務經理吳希文說 當局一邊以程序費時為由 推堂改劃鄉村式發展地帶 而另一邊就積極發展同樣需時改劃的陸化地帶 質疑政府處事雙重標準 立法會議員譚文豪說 明白丁屋問題涉及原居民的傳統權益 不過其實不少鄉村式發展地帶 在官地裏 政府不應該將大量公家地 留給原居民建屋 容易被人偏幫原居民的感覺 東網記者黃明彤報道 東網記者黃明彤報道 林洱馬 東網老人 林洱雲